让我们来到太空 再看看一些宇宙速度 地球的自转速度 可以达到每小时1700公里 尽管我们就生活在地球 但因为地心引力和参照物的关系 咱们感受不到这个速度 接着是阿波罗10号 它是载人航天器 可以达到每小时39897公里 1969年 阿波罗10号退役 成功返回地球 比阿波罗10号速度更快的 是地球的公转速度 可以达到每小时108000公里 比地球的公转速度更快的 是银河系外的仙女座星系 它现在正以每小时 40万2000千米的速度 靠近银河系 但仙女星系 离银河系太遥远了 大约有254万光年 从它的移动速度来看 估计在41年后 两个星系才会相撞 目前天文学界观测到 有一颗名为US708的星球 正以每小时420万公里的速度飞行着 接着就是宇宙中观测到的 最快速度 光速 光的速度可以达到每秒30万公里 时速则是每小时 1079万2528公里 比光速更快的还有吗 还有宇宙膨胀速度 根据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 宇宙是在膨胀的 而它的膨胀速度是超过光速的 还有一种就是理论上存在的物质 逊子 它的最低速度就是光速 最快速度是无限大 一些科学家认为 如果逊子的速度超过光速 就有可能出现时间导流 假如有一天真的可以时光导流 你会选择去哪里呢 这里是宇宙天文馆 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